说感染没有了吗 新冠变异毒株不断的出现 专家却说走出新冠以为期不远 3月18号的时候 中疾控发布的数据是86例 而到了3月23号发布的数据就是120例了 说明这短短的几天新增了34例 本土重点关注的新冠变异毒株 中共疾控中心近日发布公告 3月23日发热门诊就诊为45.5万人次 本周南方省份流感样病例百分比 略高于上周 北方省份持续下降 真实情况不明 与此同时 广东省疾控中心今日公告 中山市报告一例感染H3N8 其流感病例引发民众担忧 新冠病毒还没有完全的消失 甲流也没有完全的走掉 结果这个禽流感病毒又开始来了 广东报告一例H3N8禽流感病例 和甲流有何不同呢 所谓禽流感是禽内流行性感冒的简称 它是由甲型流感病毒的一种亚型 引起的传染性疾病 当人体的免疫力低下 有基础性疾病 老年人 接触的病毒载量大等 也可以造成人类的感染 感染其流感以后 会有流感样的症状 可以出现发热 咳嗽 咽痛 头痛等 肌肉酸痛和全身不适 也是很常见的症状 少数感染了下呼吸道 会出现重症的表现 出现肺部炎症 甚至出现呼吸窘迫 禽流感和甲流的病毒不同 但是症状类似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王彦乔综合报道